大家好,我們是 條條大路通國貿,走遍事件都悠遊 中下遊戲應用完職業市場活動去探究 職業探索活動提供國中生認識各個群課的課程活動 我們在單天看見職業探索活動的施工時 發現國貿課程教育抽象不一實作 前面有試的方式可以讓國中生認識國際貿易 因此,我們選擇課程內容中教育自主的單元 國貿小規,透過所有的方式去提供國貿概念 讓國中生認識國際貿易 我們的研究目的是將國貿小規等商業知識融入桌遊 在遊戲機制裡整體有趣的元素,豐富體驗的感受 在只要看頭活動時遊玩桌遊,引發他們學習興趣 作為產品的所在推廣活動讓大眾認識國際貿易 我們只要引擎這種方法進行專題研究 我們從去年三月開始設計 8月版的出版桌遊,經過兩次的改良 共進行了四次的推廣活動 我們分題以下六種份的相關 國貿小規是國貿的使用課程中最基礎也最重要的一個單元 在Infotent 2020中共有11種環境條件 這個單元也是做設計的起點 這本是完整的爆炸內容 我們主要讓學生在短時間內了解共有11種環境條件 因此我們使用充換卡牌的模式 將英文述語制作成卡牌 並選定四個國家以及其代表出口的產品 我們設計了聽眾的學習音價、資訊卡 同時在契約卡上也可以得知相關訊息 將益出立後,玩家去填寫契契契契契契面顯示 該條件下所使用的運輸工具 我們希望學生能透過契契 Cancer 七位背面則顯示遊戲中所需使用的輸貨配件,並分成三個部分 輸貨及各個條件的相關成本已印製於上方 空白處則填寫出口商所賺取的利潤 加加號停回企業致命的到價金額中 這也是桌遊取得化方式的一個部分 輸貨後,玩家必須抽取一張任務卡 我們利用任務卡來承擔鬧業知識或生活經驗 我們邀請校內教師們來試玩桌遊 檢測桌遊的機制是否需要修改 老師們給了很好的回饋也提出了建議 老師們建議可以改變放牌的方式來提高配對成功的機率 於是我們將任務的隨機卡牌就改為分類別牌 將卡牌分為字幕卡、貨物卡及地點卡三個類別來做操放 我們也邀請學員們來試玩桌遊 當天跟上下午兩場共39人參加 遊戲過程很熱鬧笑聲不斷 還有學員私下表示遊戲能騷擾 且為了使桌遊更具備成名畫的特質 我們參加了教育遊戲大賞 來獲取專家意見 專家認為我們所有的互動性不夠 我們的解決方案是轉轉輪盤 我出貨人人都開心 為什麼我出貨人人都開心呢 因為轉輪盤是第一次次決定獲得獎勵的國家 每個國家都有機會獲得獎勵 第二次次決定可以獲得獎勵 而專家也提到資訊卡資訊過多 讓人覺得遊戲很難 於是我們簡化資訊卡的內容 擺放在卡牌架及契約上 方便玩家參考 經過再次修改後 外貿處以及發見迴戰 終於完成 我們針對完成後的桌遊 進行STP分析 在市場區隔中 年齡以國中生為主 且喜歡接觸 新式物語愛動腦的學生 我們的目標市場是 學校和服班 以及喜歡桌遊的顧客 為了落實SDGs4.3 確保所有的男女 都要高品質地進行教育機會 我們主動前往 臨機國中推廣發表姿勢 今年寒假 我們臨共和服班 讓我們推廣發表姿勢 這群年齡不一的小朋友 互相幫忙思考如何換牌 那天氣氛非常安樂 兩週前 我們再次參與主校班 你的職業試探活動 這次推廣時間非常充裕 我們還盡情地觸碰我們比賽 讓他們獨立完成遊戲 我們設定16個國防條規 其中有5個錯誤條規 讓玩家推做圈圈 100%都能選出 至少一個錯誤的國防條規 我們設定許多有限環節 最受歡迎的前三名為 轉輪和出貨及出貨牌 接下來由我來介紹結論 我們將國際貿易的基本知識之物桌遊 設計一趟學習新桌遊 根據物件結果顯示 玩家對於桌遊的有趣性 刺激性都給高等肯定 許多學人員 因為再次與他人一同遊玩就很桌遊 未來也很樂意參加類似的推廣活動 本組的桌遊運用在推廣活動中 從以上數據都顯示 我們更改後的學習 加上能提升他們拼湊組合的能力 集結國貿科的興趣 未來也很樂意參加類似的推廣活動 等下幫你提押試探活動 總共有四種族群的課程 其中我將第三次口試的學人 特別學到我們的課程 會得到一小時內 他們能認識十一種報告條件 等到他們遊玩後提升的 小讀國貿科的意願 讓我們覺得成就感滿滿 在這一年的專題研究過程 我們將所學之事實體化 一段創新思考修改 全面適合的其他探索工具 提供活動村 許得未來的方向 橋橋大路從國貌 走遍世界樓游泳 報告大使 謝謝聆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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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